嘿嘿嘿 大家好 我是Lao 今天我們來看超鎖人 對上波西米亞人 自好比賽是 神愛邪的 bones 狀地圖 先來看一下12點方向 超鎖人 超鎖人的特色是他有免費的 工兵鎧甲 而且他的牆武 有這個木材消耗的減免 槍兵也是 之後是吃木單位都有這個減免的費用 但是他的工程器是沒有減免的關係 这个工程器 所以它有最强的射程投石车的 这个远距离的效果 这个投石器 但是它的投石器打法 在单挑来说比较少见 在团阵来说 朝鲜是很可怕的存在 因为它是拥有重头跟火炮 还有这个工程工程师的效果的 又有这个射程加成的一个特殊能力 而且它的剑塔呢 也可以随时时代自动升息 到了第六时代 阵地战的朝鲜 也是相当厉害的 那么接下来介绍一下 Poshimia这个文明 Poshimia的文明特色呢 拥有免费的挖石挖金技术 而且它的神圣思想跟宗教皇乐 可以沿用到这个村民的身上 所以村民的血量跟移动速度 会比一般的文明再更多一点 这个Balance的村民 怎么是上上开伐木呢 这个怪怪的 通常是要往后开伐木才对 这个木头往前开 这是有点不要命啊 那继续讲Poshimia的特色 Poshimia的特色呢 它的榴弹炮是非常强大的 它是唯一一个火炮可以升级的文明 那它后期呢 打法比较适合打火枪路线 或是Poshimia战车 配枪兵榴弹炮 组成的无敌阵型 对方步兵过来 火枪或是战车作为主力 那对方骑兵过来 骑兵还有额外增上效果 搓骑马单位是非常强大的存在 那它后排也可以打工程系 榴弹炮 打巨头 重头 武弩炮 或是对方的大量弓兵 都可以用这个榴弹炮 一网打进对手 所以在大后期的时候呢 又可以产出不用黄金 就可以产生生铝出来 所以它只需要大量肉 就可以产生更多的生铝 远远不绝的生铝海 就可以使用Poshimia这个效果 所以后期的Poshimia人阵型 只要一成型 基本上是很难打的赢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地图 那目前看到地图的部分 黄金在前方 下方有块黄金还不错 左边有块黄金 地图方面来说 只有左块这个黄金比较难受 还有前起的黄金 这个矿点 右边还有高地 也是比较麻烦 如果要围起来的话也不太好 右边这边围起来的话 也是要非常耗费资源 左边这个地方也要围起来不容易 这边地图看起来 Poshimia是不怎么好围加的 不然是小围跟大围 都是要浪费大量资源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朝鲜这里 朝鲜这边要看的地方是石头的位置 所以它踩石头有加速的效果 比较适合打塔供 这个位置感觉上还可以 并不会太差 那正面的位置如果可以围起来的话 防守会比较轻松一点 那左侧这个方面也是要围起来 也是要浪费大量的村民去盖围墙的翻新 所以前期不管是要小还是大 就是要浪费非常多的资源才会围得起来 有可能一开始可能会是这样子围 然后把这里围过来 小围一下 左边这边就直接给它否放 否放防守 然后这边要稍微围一下 这边可能就稍微围个滋润点 插个剑塔 插在高地上 对于韩国来说 防守成本可能会稍微少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两边封建时代 两边都是打了一个十八匹 那抽营的部分是都有点下直布技术 一上去封建 两边都是打了枪兵 枪兵先暗 然后补了双面 好 那这边Poshimia 决定是要走弓兵路线 并且有免费的挖金效果 那他在封建时代时候 挖金速度是很快的文明特性 OK 这里决定是要把这个资源点围起来 后面补了一个新的防守场 右边两只洛马过来 枪兵已经准备到达了 好 这边实现按个毛兵往前 但是朝鲜这里也是 选择了毛兵弓箭手开局 好 免费的弓兵牌甲让他非常舒服 在这个时间点 可以很容易打出自己的射程优势 好 扑不起来 朝鲜这里拉了四只村民 准备来搞事了 大家看到这一波 偷马往前 看到枪兵选择撤退 结果这边村民往后走 先补一个房子 特卡人口了 好 感觉毛兵要打赢对手 现在有点困难 人家在高地上 而且还有弓兵铠甲 自己还没有一级射 所以现在怎么打 毛兵是很难打得赢的 OK 那这边插箭塔 这个墓区要被控了 那现在破西面要打赢对方这个阵型 那我就是赶快点下冰空场 一级射赶快点 好 点下冰空场了 好下方这个墓区 居然有洞 绕过去了 哇这个能让对方绕过去可麻烦哦 不然只要守右边这个位置 现在变成左两边都要守了 好 朝鞋人这边看到路没有吃完 直接帮对手吃了一下路 好 后面这些区域把毛兵终于顺利打死 三只毛兵全部收下 路马这边找到这个机会 打到了一只村民 首杀是由Mintrest 拿下第一只的胜利 哈啰 OK后面一个路马又过来 这里要上高地 毛兵回头打下 先收掉对方枪兵之后 路马开始进行原地搏击游戏 但是后面拉两只村民过来帮忙输出 残血路马不敢继续打 OK这根箭塔也盖好了 没有想到连环塔就这样诞生了 两根箭塔开始慢慢给压力 第三根又来 这个是完全成型的 连环塔 这里朝鞋只要点下一集射 连环塔一定没问题的 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连环塔 连环塔的意思呢 就是在箭塔的射程罐文内 再建个箭塔 要是你前面这个箭的箭塔盖不起来的话 或者是被对方手撕箭塔的时候 你就可以驻守到下一个 三个箭塔的地方 然后去防守下一个箭塔 那这样对于连环塔来说 是比较安全的位置 那为什么这根塔要取消呢 是因为现在毛兵太多 槍兵也是 现在要把那根塔盖起来有点不切实际 所以朝鞋人这边是决定 没有打算要继续深入对手家里 好,波西米亚这边反而是补雷跟箭塔 稍微防守一下 好,左边 毛兵过来 还有肉马 肉马要小心 旁边继续防守 挖一下毛病的位置 旁边毛病互丢 那连环塔他有优点的话 那也是有缺点的 连环塔的打法会变成说 他的侵入性 侵略性不是那么强 很容易就是因为你插了连环塔 结果都没有插到对方的支援点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跟箭塔的关系 所以造成自己的 深入性不够 反而没有打到东西 让对方浓上去 你的箭塔到城堡时代 很容易被对手的 冲车或是投石车 骑士 直接手撕掉 这个连环塔 是有好有坏的 最大的坏处 还是他的侵入性 这个入侵的效果 并不是那么的好 好,波西米亚这边是挖石头 准备来转战车 朝鲜这边也是到城堡时代 这里村民 没有抓到一只 洛马还有三只还在想要输出 这一波有点难打 前面这根箭塔 应该又建起来了 好,但这个建起来没有关系哦 因为这个石头 还是能继续正常挖 朝鲜这里一集射一直都没有点 感觉是该补下了吧 冰工厂都还没有盖啊 家里现在是把右边直接围死 好,这里 波西米亚 已经要出门了 大量的毛兵出门 这是OK的吗 康兵跟在后面 城堡塞身上去 还缺两百石头 才可以补下城堡 波西米亚为什么这么堵断 这里一定要打战车 是因为这边不打战车的话 优势很少 可以稍微拉村过来打架一下 但是战车这个单位又害怕投石车 朝鲜投石车射程又特别远 但是要到了帝永世代才行 好,马上补了一根城堡 这个城堡涵盖范围不错 可以直接控住两根箭塔 升到城堡时代的朝鲜人 坎沫建台也已经升级好 现在却的是射程的问题 好,直接14个人 全村忍着希望 硬盖是跟城堡 好,接下来又来看一下 城堡会踩波西米亚战车吗 好,普斯帕弹车 弹车,弹车出来之后 对方如果出马弹车也会很难受 因为马弹车它也是远程单位 那波西米亚的远程单位 它这个普斯帕弹车的远程是7点 所以在对撕的情况下很容易对撕 我记得朝鲜的马弹车 初始伤害是9点 所以打普斯帕弹车只有2点伤害值 但是没有问题 朝鲜是有投车的 而且它有最小攻击的射程范围 所以朝鲜人只要大量投车 就可以搞定普斯帕弹车 好手来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投车赶快按 要把普斯车拉回家 右边的普斯帕弹车 要面对投车 砸掉了一台 一换一 好 投车跟战车的交换 是有点互相伤害的 一个情况 那如果投车数量够多的情况 战车往往是换不饮的 毕竟这个伤害实在太高了 好 朝鲜人家里补了一个新的箭塔 这个投车车弄回来 这个箭塔防守性质应该蛮好的 好 现在朝鲜是3TC开农 现在Balance 这是双TC 明确实他的打法 也是比较偏向防守反击 现在防守反击流还是 比较主流的打法 最近世界冠军 Hera 他也 现在的打法也变成防守反击流 居多了 不然他以前打法风格真是风果流 各种就是要跟对方干架 假如A A的赢就算我赢 A不赢 我就下一把我再继续A Hera打法以前是这样子 他现在打法现在除了会A以外 也会防守反击 而且他防守反击的胜率 比Viper的胜率还要再更高一些的感觉 我觉得Viper有点被 Hera学到了一些精髓在 这两只骑士过来 投车继续拍Pushimiya战车 往后拍Pushimiya战车 直接被骑士砍到残鞋 再一把副车砸掉 两只骑士 开始武装 站毛病投死车 开始原地开战 骑士武装打得很开心 投死车努力输出 骑士海的后面追着砍 但前方的毛病虽然太多 这一波应该是打完了 这个臭面本来来盖保 结果过去盖发现Pushimiya 已经先行来这边 地方盖保 英雄 什么略同文件 不会念 我想要盖同一个城堡的地方 结果 Balance 这边是更胜一筹 先把这个地点给占下来 这里占下来的话 这两个进攻 就没这么好进攻了 那这边如果再为死的话 现在朝鲜人能进攻的位置 就只有这个位置 要再走更左边的位置 因为现在这个位置 都已经都是城堡射程范围内了 所以现在朝鲜人要进攻的话 是非常不好走 哇 朝鲜人 这一波 有点尴尬了 Pushimiya 这一把打得很漂亮 但是这一把城堡很关键 这个城堡可以说是 大围棋的那一手 关键的那一手 OK 那现在朝鲜 要转出更多的投石车 才能打得很 天气还是先浓起来 朝鲜人的肉马 他是有大肉马的 所以他也可以考虑后期转大肉马 去针对Pushimiya的生旅 Pushimiya生旅是后期很容易出现 单位 尤其是自己用投石车去砸对手的 战车的时候 对方的生旅 很容易转出救赎思想 一大堆的肉身 去招上你的投石车 去防守自己的Pushimiya战车 那应该是胡斯派战车才对 那胡斯派战车弱点就是怕驼车 那只要有生旅跟 战车在的话 基本上 就可以克制对方的 头车路线 还有这个骑士路线 所以为什么朝鲜人会有大肉马 我觉得很大的原因 应该是这个原因 没有办法反制对方生旅 确实会蛮头痛的 那现在朝鲜人 朝鲜3 这个战毛B 也按了下去 夜王时代还有1分半的时间 霍西米娅这边跨学点下 夜王时代还有30秒 果然马上点下了救赎思想 救赎思想的话 你的投石车就不是太大的问题 三台战士在后面 OK 直接点下一刷技术 并没有点下 胡斯派改革 而是直接消耗大量黄金 就是要来打一个早期生 硬刷技术的生旅科技战 朝鲜人这边是选择走马战车 马战车的天生素质是9点 所以胡斯派战车 打一般的马战车 是较有优势的 那果然他这边要绕过来才可以继续来骚扰 但是 霍西米娅家里已经逐城战法完成了 左边早就已经尾死 马战车完全没有机会可以溜进来 这根城堡真的是关键中的关键了 没想到这里是利用了地形 让对手进攻造成极大的困扰 好 霍西米娅等一下了神权政治 增加一下招响的方便度 让一大堆僧侣在招响的时候 就不会每个人都需要休息 好 战车赶快先把 继续搞定 村民想要过来手撕战车 看我觉得有点困难 那村民打虎撕战车伤害是很高的 可以看到这边伤害只是加6点伤害 所以打战车以下是9点伤害值 所以其实聪明打战车是伤害不错的 聪明打战车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神驴回头会有点危险 战毛兵在后面 战毛兵会秒杀神驴 好 右侧的部分 一个小打小弄 现在巨石头C已经在攻城了 巨型头C 这个阵地打得很好 伤害车这边回头 但是被投射撒了一发 朝鲜这边要找机会 赶快把 中头升级上去 哇 结果僧侣就还是被 战毛兵可以解决掉 现在朝鲜人这里也在囤 投石车 巨型头C 始终头一直没有点下 反正是走了 奴兵路线 啊 你打 胡思泰弹车走奴兵 哎 对方还有火炮 那 这应该会是一场普战咯 感觉并不是这么的好 这个奴兵的走向 好 现在巴拉斯点下了二级 熔田 双滑技术也补下了 好 朝鲜人抢你点下 好 四台巨型头C 现在要往哪里进攻呢 好 结果 朝鲜先从右边发动了进攻 两台巨头架起来 现在胡思泰战车 只有在家里防守 一台火炮 火炮要不要先打对方的火炮呢 没有 决定要先打对方的巨型头C 好 打了一发 火炮躲掉 正面的巨头还没有架起来 这一波战矛加强弩 过来正面 翻过来正面也打不动啊 看车这边可能扛 好 这里还好不是精锐版本 现在的防御率是7点 现在还射得动 强弩有点危险 后面打掉哦 哇 直接射掉 枪这波打得很漂亮 在朝鲜家里的领定 一层一层像洋葱一样被剥掉了 现在防止越来越少 现在隐贯技术大成的战术也点下了 波西米亚的所有的火气两位 移动速度都会增加 包括自己的富士泰战车 火炮 火枪 好 这些人都可以射到 还有榴弹炮好 现在波西米亚人优势非常巨大 强武有点好 没有办法有作为 这么大量的机械化 怎么打 全部机械化 哇 没想到可以在职业赛场里面 看到世纪帝国的全机械化打法 僧侣应该也不算机械 但是魔法伤害 配上机械化 好 这个机械化 我 召想到对方的火炮 这个僧侣 非常的关键 好 僧侣慢慢走进来 指导 中央地区 这里是补了城镇中心 想要来挖矿欸 我想说这个城堡位置这么奇怪 果然是个城镇中心 好 现在这一坨墙弩 只能稍微锁住 攻击这个钻地 已经开始有点 守不住 都火炮会被招 出头实测也会被招 出肉马 可能有点机会 但肉马需要大量肉 跟稳定的经济支援 朝鲜人并没有座椅准备 转兵 所以现在遇到这些大量的东西时 是没有办法打的一个 后面两只僧侣也失去 最后这个火炮还是被刀伤掉了 好 胡斯派单车 打弓箭手的效果还是很好 塔洋弩跟战毛兵 完全挡不出 战车往前 这个机械化太壮观了 托西米亚榴弹炮升起上去 金瑞胡斯派单车也点了 凝负七十的 机械化流程 好 现在圣驴也是大量生产 现在胡斯派改革还没有点 所以僧侣现在产出还是需要黄金的哦 哦 榴弹炮升起好 直接砸掉大量强弩 这就是榴弹炮的可怕之处 直接砸一整坨的强弩 好 榴弹炮的福利力 现在来到了五十点伤害 血量九十滴血 护西米亚人 这里要打贏 有点困难 不是 是 朝鲜这边要打贏 有点困难 护西米亚好像 已经稳了 战车伤害也来到了十三点 远防十 这就意味着 强弩打战车 都是一滴血 而且血量提高到了230滴血的血量 砍度非常十足啊 好 后方两台火炮也被招强掉了 僧侣招强战 朝鲜非常的劣势 只能透过僧侣 用肉码去反击回去哦 好 这边 护西米亚拿到比赛胜利 朝鲜这一波 我觉得 选择选是选错了 但我知道为什么他要选强弩 强弩 强弩是为了要反制对方的僧侣跟火炮 但是战车这东西 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强弩去解决的 那如果朝鲜要用头十车打的话 有僧侣的问题要解决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做法 可能是头车配肉吧 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再配上一些 弱马 我觉得僧侣战可能也不太行 因为僧侣战他也没有赎罪思想 也没有救赎思想 招强工程式也不太行 所以感觉朝鲜的选择权真的是不多 用火炮的话 虽然稍微也能稍微反制这些战车 但是最终还是有僧侣能够招强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是由朝鲜 拿下蛇物 木材 死料 胜利 他的黄金是波西米亚拿到胜利的 波西米亚人这边是也稍微只赢了400志愿而已 却能赢过对手 只能说机械化的话 遇到非马国文明都会比较舒服 遇到马国的话可能大量骑士冲过来 这坨机械化的单位可能就被淹过去了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放下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 拜拜